為了搞清楚自己到底有沒有確診 大批快篩陽性民眾 急報各醫院急診室 要做PCR 甚至發生孩童等不到急診 而喪命的不幸 主委中心5月12號起 陸續祭出快篩陽急確診 第一波是居隔居檢等三類人 第二波是65歲以上長者 陸續開放上路 21號主委中心再宣布 快篩陽確診範圍再擴大 預計5月23號起 住在山地或平地原住民地區 及離島地區的居民即可適用 快篩陽等於確診 主委中心也首度承諾 未來將以全民適用為目標 但由於醫護人力及口服藥物等限制 不太可能一步到位 下一步將開放哪類族群 由醫師認為接下來 應該已不分年齡層 但只要有轉為中重症 可能的13類高風險因子民眾 都建議下一波優先開放 快篩陽急確診 才能加速給藥 日前疾管局長蘇一仁認為 目前快篩陽性仍需醫師認定 加上口服抗病毒藥物不足 恐導致全面開放 出現麻煩 疫情持續升溫 專家建議必須針對高風險族群 及時投藥並簡化流程 才能守住疫情 這兩次需要詳細 與SNG台北採訪報導 這裡幫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環保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